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我是阿伦 新弹Pokemon GO这弹的全卡表终于出来啦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把值得介绍的单卡分享给大家 首先是光辉宝可梦的部分 光辉水剑龟,特性一回合一次,丢一颗水能 选对手备战区一只宝可梦放两个伤害指示物 就是个弱化版的连极千面弊异特性 可惜水系有光辉忍蛙这支超强的宝可梦 应该没有带到水剑龟的空间 比较有机会进入的应该是带水能的连极熊千面牌组 可以用连极千面和水剑龟点伤后交给连极熊穿伤收头 下一张是光辉喷火龙 这张卡一看就知道掌握了财富密码 选择印出黑喷版本,收藏价值特别的高哦 特性还会根据对手获得的奖励卡数量 减少能量需求 对手如果拿到四张奖励后 只要一火就可以打出250点的高伤害 强度上和光辉席多兰恩有得比 席多需要两回合的火场累积能量和伤害 喷火龙则是游戏后期可以直接一能登场 算是各有利弊 火牌可以根据牌组的向性 选择适合的光辉宝可梦啦 第三张要介绍的还是喷火龙 不过不是光辉而是一般版本 这只二阶进化的喷火龙呢 重点在他的特性猛烈燃烧 这只宝可梦在场时 场上每一颗火能都会视为两颗火能 让火牌有更多的变化性 可惜是一张二阶进化 条件比较严苛 但依然是充满开发潜力的一张牌哦 再来要介绍的是呆壳兽 他的招式效果非常特别哦 双无启动 对手剩下一张奖励卡才能发动 直接拿两奖 对于愿意带双无的小索罗牌组 有很大的强化 多了一张可以追伦次的重要宝可梦 另外我觉得这张牌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如果未来有够强势的控制牌 可以把对手控死的话 这张牌也有机会发三次招式单刷对手哦 下一张要讲的是孵化器 值一次硬币 正面的话选一张基本宝可梦到备战区 反面的话不用进气牌区 而是返回牌库底 有点微妙的效果 虽然失败回牌库可以保留资源 但是以抓怪来说 要稳定可以选先机 要靠赛 不如精灵球成功直接任选 目前还找不到非用他不可的理由 最后一张牌来到快龙Vistar 这弹最晚公布的Vistar宝可梦 招式一水一电两无 打250点下回合手栓 中规中矩的高伤害招式 重点是Vistar力量 一无发动 排库上翻12张卡 其中全部的水能和电能 以任意方式填给自己的宝可梦 超级靠赛的加速填能系统 运气好 填给好几只雷秋或是猎空座 当一拳超人 运气不好就翻了个寂寞 个人认为是非常有趣的招式 只可惜他不是特性 需要花一回合的轮次发动 要不然就非常强力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的问题或建议 也可以加入 巨宝格LINE社群 和我一起讨论哦 还没有预购 Pokemon GO的玩家 也可以点击下方的 巨宝格连结购买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